那其實我們來挑戰看看這一次活動 古代森林的千年銀花所開放的最難等級 風魔人集 這個活動在日榜剛開始的時候 他有出另外一個更難的等級叫做 絕妖集的樣子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應該是叫做絕妖集 那這一次台版有點可惜 最高只出到了風魔人集 導致我劇情只看到我一半有點難過 開玩笑 就像他出了絕妖集 我大概也是打不贏看不到劇情的那一回 我光是風魔人集 我打得好辛苦喔 現在平均三場會翻一場的樣子 那可以看到這一次活動 我已經把冰之女王給收集齊全了 他需要四張卡片才能夠進化到最高等級 那第一次第五次 第十次跟第十五次的時候 分別可以拿到一張 運氣如果非常非常不好的話 你要十五場才可以畢業 有沒有看到阿神打了十二場才畢業 可以看到森林自責這個地方我才打六次 為什麼我會把冰之女王收集齊全呢 不是因為他好打 而是因為他的卡片怎麼看都比 都比這個傢伙好看阿 尤其是 那一對 那一對 嗯 清澈的雙眸 哈哈哈哈 好啦今天我們要挑戰的瘋魔集呢 嗯 嗯 在網路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打法 有純水對 水雷對 還有各種花式的打法 因為我本身的卡面沒有很強 不是說我的卡 不是說我的卡很爛 那是說 我沒有把它進化到最高 我常常在打一些素材的時候 都會忘記去打他們的素材 一直覺得打素材很浪費時間 但是不打素材的話 你的卡就沒有辦法進化上去 沒有辦法進化上去 就不強囉 我就是這個例子 哈哈哈 Alright 那嗯 我的卡面因為不強的話 我就不用花式的打法 我用比較穩一點的打法 這一次打法裡面有分 嗯 延遲型 延遲型我們會需要弗雷 我沒有這張卡片 所以我只能抱大腿 這個叫做 誰的傢伙 細菌謝謝你 接我弗雷 讓我過了好幾場 呵 這個是用延遲的打法 它可以讓王的攻擊延遲三回合 還蠻不錯用的 記得CD應該是10對不對 對 CD是10回合 這一次官方送的角色 我記得我在上一次拍的時候 也有用過這一支 這一支寫非常非常的厚 瞧瞧我上一次 在打瘋魔人擊的時候的狀況 呵呵呵 它是寫超級超級超級厚 最後剩它 它最後一支 然後寫剩下一點點 一個 決勝的時刻 呵呵呵 好啦 這一支我們就帶弗雷上場 走囉 希望這一次 旅途順利 連線中 不要連那麼久 讓我好 好緊張 呵呵呵 點一下為之 喵 這個女孩是拿哪裡來的 我記得呢 我在巴普特上面看到有一個bug 就是 他們的維姿變成之前 沒有變 沒有變成貓的維姿 還蠻可愛的 那 通常這個關卡呢 在道中 所謂的道中就是在路途中 路途中 我們遇到的這些怪物呢 不會太強 也不會太棘手 尤其是第一關 第一關 第一關的攻擊力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我們可以在第一關洗一下技能 那我們就先來洗一下技能 什麼是洗技能 我記得我在第一次的時候有講過 洗技能的是 等一下我先回答一下 呵呵呵 呃 學會愛人 洗技能的意思是指 讓每一隻角色的CD時間給 全部都給 呃 CD玩上 每一隻角色他們都會有自己技能的CD時間 有沒有看到 需要回答幾題 需要回答幾題 那 連續答對問題的話呢 也會得到一個叫做Chen的東西 就是連續答對率 那 當你連續答對的時候 它有個公式 我忘記是什麼了 但是連續答對的話 你的提數連續答對的數字越高的時候 你的傷害也會越高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累積我們的Chen 但是 我 嗯我看一下喔 生物範圍 不屬於生物範圍 我們看一下喔 呃 生物生物 漂白水洗豆芽菜 這個好像不是吧 那 在回答不是自己顏色的題目的時候呢 我們有比較充裕的時間可以回答 像 呃 剛剛有20秒嘛 就算我們在5秒內回答的話 我們也沒有辦法攻擊 所以在回答 異色題的時候 就是跟我們的隊伍是不一樣顏色的時候 我們可以多花一點時間 慢慢想一下答案是什麼 就不用搶在5秒內回答 有時候搶在5秒內回答的話 就會像 上一次阿神回答那一題 刪數 呵 題目都沒有看完的時候 就急著選答案 因為有時候真的要搶著5秒內回答 你沒有辦法很專心知道題目是什麼 然後馬上選到答案 那個反應時間太短太短了 那有沒有看到右上角這個chain 已經是兩次了 那這邊到中的時候出現三色題 我們盡量要選三色題的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 嗯 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 我不知道是都市傳說還是什麼傳說 當一個關卡進去的時候 三色題的數量是固定的 所以 如果你在到中的時候 先選三色題的時候 你在打BOSS的 嗯 途中的過程中 會比較 有比較低的機率會出現三色題 在 遊玩的過程中的時候 會比較 輕鬆一點 不會看到三色題的時候 就這麼慌 那 我們先 我的chain現在很很低 我先選一下三色題好了 那 我們又開題庫 所以我現在有點笨笨的 第一部動畫合作 也許 也許是 風之谷吧 對了 好 嗯 通常在打這個關卡 你要更穩的話呢 我們都會開所謂的題庫 又是三色題 我們再把三色題選掉 但是 題庫就會讓你沒有辦法發動5秒的東西 也許是 嗯 一物體在地表上東飛行 不考慮阻力 加速度 飛行的方向 往前 向東飛行 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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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錯了 是向下 為什麼是向下呢 加速度 我不懂 呵呵呵呵 一點都不懂 呵呵 好我們先 我們的chain剛都斷掉了 但是把三色題回答掉了 感覺起來好像有用的樣子 我要替月亮懲罰你 叮叮 慢慢的把階關抹掉 基本上來說他們的攻擊力很低很低 所以我們可以慢慢的抹 我們甚至可以一直選一些異色題 來把我們的技能給洗出來 吃粽子 應該是端午節吧 有沒有看到我一隻技能已經洗好 那我們就先保留他的技能 我們繼續慢慢洗我們的技能 慢慢來 一步一步慢慢來 這是 通往成功的道路 形成海溝的原因是因為地質運動 中國師 木然回首 呃 契吉嗎 好像是契吉的樣子喔 這個 這些東西都是 那些國中 國中的時候 在讀的那些課文 只是對他的名字好像有一絲印象 唸起來不會那麼怪 呵呵 喔 就是這個 我們第一次的時候沒有看到 有老鼠的親圓 呃 體型由大到小 大到小 天竺鼠 水豚好像很大齁 然後 天竺鼠 蒼鼠 花莉鼠 錯了 不是這樣嗎 水豚不是那隻很大隻的那隻嗎 我記得日本好像有水豚欸 等一下喔 Luna 我怎麼會知道啦 這個隨便亂選 欸欸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以後都隨便亂選好了 哈哈哈哈 水豚我記得在日本 一個很可愛的傢伙很大 有點像熊 但是 很可愛 而且他們會泡溫泉 是那一隻動物嗎 不知道我們知道嗎 喔我想一下 我先 呃這是第二關 第二關 我們把 我們先把哪一隻幹掉 我們先把火幹掉好了 我們的券現在才三連 好像是每增加一券 增加一趴攻擊力的樣子 已被替補 離場的球員喝食材 可以回去 呃 消費再參加 隨時再參加 不能再參加 呃 不能再 兩個哪一個 頭皮再參加 不能再參加 呵呵呵 頭皮再參加是什麼 呵呵呵 那我們今天把所有的技能洗出來了 當我們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去洗喔 我們回答一下三色題吧 盡量把三色題給選掉 林俊傑原來我不帥是 呃 哪一位 我怎麼知道啊 TED 呵呵呵 我怎麼會知道是誰啊 啊 這一隻傷害有點痛 我們留左邊這一隻水屬性的好了 下一次如果有水珠的話 有 有水珠 我們就可以把血補回來 我們到下一關去囉 在 醫院 下列合著 最有效的 帶 呃洗手 我看太慢了 呵呵 我剛一直在找戴口罩 可是沒有看到戴口罩 有點可惜沒有把這三隻血補回來 但是我們繼續往前面走 我們拿到他的卡片 繼續往前走 接下來是第三關 前面有四個 四個小關卡 我們已經來到了第三關 第三關這一關 應該不是什麼需要太注意的東西 蝴蝶 蝴蝶有社會嗎 蝴蝶好像沒有社會齁 可是沒有補到 有點可惜 好 到下一關了 前面還有一關 道中的關卡 我們要在這一關 道中的關卡 可以解決掉 從太古達人的等級 呃 初學者 名人 達人 藝人 藝人前 應該是初學者 達人名人 總覺得達人會比較厲害一點啊 藝人前應該就是 藝人之下 萬人之上的那種感覺了吧 那 我們先把 左右這兩隻火的給用掉 沒有記錯的話 這兩隻會開封印 他會讓你的技能無法使用 但是 我們只要注意他開封印的時候 我們進完關之前 不要有那個封印的狀態 我們先用水珠 呃 下列合者是包裝食品的 呃 有效日期 我剛剛看到放假日期嗎 不好意思喔 麵包今天放假 喔 有了 這就是技能封印 技能封印 他們在下回合的時候就會攻擊了 我們 下一回合 Chain是 三Chain 好 我們瞄準這一隻 然後他打 這一隻好了 神奇寶貝 合者不是方圓 呃 方圓 卡比獸 對了 卡比獸是在剛開始的 剛開始的地區 基本上來說 這樣子在第四關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問題了 但是 到王關之前 追蹤王的任務 是把Chain的數值給洗上去 這樣子打王才夠力 來介紹一下這一次王關 這一次王關呢 呃 左邊這一隻 他會封印 右邊這一隻 他會斬血 還是我講反了 欸 左邊這一隻會封印 右邊這一隻會斬血 所以我們先秒掉 右邊這一 不對不對 講錯了 右邊這一隻 他會技能反彈 左邊這一隻會封印 我講的是 我講的是上一個 上一個難度 那個是冰之女王的難度 sorry sorry 呃 這一次這個王關 右邊這一隻 他會技能反彈 左邊這一隻 他會封印 那這一隻 就是這一次的王啦 那 這一隻角色呢 剛開始他兩盒結束的時候 他會攻擊一次 平均是在 八百滴到九百滴左右 那接下來下一次 他會CD三回合 他會 蓄氣 然後再攻擊 攻擊的時候差不多落在 一千八百滴左右 所以 非常非常非常的痛 真的很痛 呵呵 所以如果你的血量不是滿的話 很有可能就一命嗚呼了 那我們先打左邊這一隻 左邊這一隻會攻擊封印 超級煩躁 我們先提升我們的 隊伍攻擊力 之後 我們再放我們的 沙夏的大絕招下去 齁齁齁齁 放完了 增加全體傷害的技能之後 我平常沙夏炸下去的時候 打王差不多是 落在四千九到五千的傷害 那剛剛可以看到 有打到五千四 提升的還蠻多的 接下來 單色體 夏烈 喔 海綿寶寶 呵呵呵 是誰住在神海的大風裡裡 海綿寶寶 我們把左邊這一隻拿掉了 接下來右邊這一隻 沒有用炸的話 就不會受到他的攻擊 所以我們可以 用普攻來攻擊他 嗯 進去才關門 進去才關門 中間那個才 應該是門再加上才 所以就閉 左邊這一隻還要一回合 才可以拿掉 我們看一下 我們剛好又一個水珠 哇 這一次運氣好好喔 嗯 水星表層大氣十分 這根哪個 磁力吧 啊 我的 我的AS沒有發動出來 在這一次的時候 他會先使用 低一下普攻的攻擊 低一下普攻的攻擊 差不多落在900滴左右 接下來三回合過去了之後 王會開始蓄力 蓄力打下去的傷害 會落在 一千八左右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的痛 下一回合 我應該會先用大補完把大家補回來 內子 稱的是 嗯 七子嗎 對了 內子是指七子 呃 如果我們的血量可以在三回合發動之後 喔 應該是我們還有五回合的時間 所以應該還算可以欸 我們先不要轉我們的珠子 我們再繼續選 我們現在是18千 下列大尾盧曼進去買 美人茶 是不是 烏龍茶 齁齁 猜對了 剛剛差點選美人茶 呵呵 那下回合的時候 王會開始蓄氣 所以不用害怕他會攻擊 我們先把我們的珠子轉成 水珠 繼續我們的 攻擊的步調 九牛一秒 指的是 呃 極少數 呃 極少數量 極大數量的一小部分 且慢慢的補回來 接下來王會開始蓄力 那三回合過後 王會打1800的傷害 所以算是 非常非常非常痛的傷害 我們要盡量把我們的血補到最滿 下列合者是正確的烘烤方法 呃 整治烘烤 有了 我們的血 已經算是補滑了 這場感覺實在蠻順利的喔 王的血也剩下一半了 慢慢的磨掉他 我們只要再一題 就可以提高我們的傷害 所以我們再等下一題回答完 我們再一起用炸的技能 把 把王給炸下去 犀牛還有 犀牛 等一下喔 犀牛還有犀牛鳥 呃 鱷魚 火雞 狐狸 海鷗 水牛 白 呃 這個吧 犀牛鳥應該是鳥類 但是他算是異類的樣子 跟犀牛 是彼此互利 互利公生的關係吧 那下一個我怕我會斷券 有點害怕 因為這兩個都是三色體 還記得這個東西是我們轉珠 轉成 轉成兩色的嗎 那我們先炸下去吧 先把我們的 傷害提高 然後 我們的 塔死量 還是石塔量 有一點 啊 石塔克 我永遠把他跟鋼鐵人的名字搞混 哈哈 嗨 有沒有發現我們剛剛的傷害來到了6000多少 因為我們的券數已經一直提升上去一直提升上去了 那接下來 下一個就是命運的時刻 嗯 大唐雙龍是 瓊妖嗎 金庸 呃 大唐 黃毅 我猜對了 哈哈哈哈 真的是黃毅 我的券數沒有斷掉 接下來比較害怕的是 我們會 啊 果然倒了 他當 弗雷登場 那 弗雷他可以放三回合岩慈的技能 我們把技能給延遲上去 這樣子 呃 王就還要需要6回合才能夠攻擊 我們的轉出還需要4體 現在害怕的是 我們會卡住 我們來看一下喔 植物的花粉是由合著 應該是花粉管吧 我猜應該沒有那麼簡單 應該是 花藥 猜對了 通常三色體都會 都會有一點小陷阱藏在裡面 那 呃 卡住了卡住了 但是敵人還有 王還有5回合才可以攻擊 假面戰士 52 不死亡的 呃 我怎麼知道啊 被封印在卡片嗎 卡片吧 應該是卡片 封印在其他東西也太餓了 呵呵呵 應該是說卡片 被封印在卡片裡面最餓才對 生物多彩多姿 何者是哺乳類 金魚是哺乳類 好欸 水珠 一個三色水珠 還需要一體 我們再用一體的時間 去換轉珠的好了 明代最著名的科學家 這個嗎 光綺 魚光綺 好接下來我們把我們的珠子 轉過去好了 沒關係 這邊有一顆水珠 轉下去 嗯 電器系統 整流器 應該是要讓 電壓穩定 這是我的專業 可以看得掉嗎 解決 呵呵呵 成功了 Alright 這就是這一次 古代森林的千年花的關卡啦 祝大家都可以順利通關 下一集再見囉 See you guys 掰掰 卡